台北市人口统计 我要告诉各位 资料整理 还有太多太多事情要做了 举例来说 这里面 这里面 请看 请看 都是新北市 没有问题 拉下来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 内政部的人口统计 台北市的台用什么字 大写的台 有听过大写台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好 我们点回去这第二组登革热 第二组登革热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不是有居住县市吗 请拉到很下面 因为高雄市很多 台北市不多 你看 这边我是不是拉到很下面 看到有几笔台了 台北市 这个台是什么台 小写的台 那请问一下这两种 这两个台能够对在一起吗 不可能 所以你拿 你拿卫福部的资料统计 来去统计 到时候跟 这个内政部的人口统计 结合在一起 你会发现 台中不见了 台北不见了 台东线也不见了 台南市也不见了 可以了解吗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那再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 请问 你看哦 这个居住县市它是不是分开 分开 这边居住县市是不是分开 那我们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资料 这边 台湾各区人口数 你看 这边居住县市是合并在一起 请问你是要 要把内政部的资料分开 还是 那个 卫福部的资料 合并在一起 合并还是分开 合并 合并 为什么你知道合并 我还以为你会说昨天老师教过 对 这样可以了解吗 都了解吧 你回去一定要会写哦 不是因为我要 卫福部要听内政部 这个谁听谁无关 因为我们刚好北区 北区 基隆也有北区 台中有北区 台南有北区 这样可以了解哦 所以我们要把合并起来 不然你人口数你会对不起来 那不然内政部为什么傻傻的 都是有问题的人吗 都是要把那个资料合并在一起吗 这样听懂 这意思哦 都没有内政部的人啊 所以内政部的做法才是对的 知道吗 我是说真的 因为对于我们资料分析 你到时候不能落 落掉那个 光是刚刚那个台 没有处理好 你就漏掉四个 而且还是首都 对不对 所以不可以这样随便处理 所以你要去思考到 为什么原来是这样子 这样可以了解哦 好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想办法 先把那个 卫福部 卫福部 的登革热资料 这边居住县市 修改 请问这个高雄市要不要赶 不用嘛 那台中市的台市不要修改 台北市的台要修改 好 所以 所以哦 我在这边 我大概把我讲的那个逻辑 跟你们讲一下 所以我开一个记事本 我开一个记事本来跟你们做一下说明 好 好 好 我现在呢 我现在想把那个居住县市 居住 县市 里面是不是有 有 台 北市 我要改成 台北市 台中市 我要改成 台 中市 台南市 我要改成 台南 市 还有我如果说想要把那个台东县 改成 台 东 县 好 请问怎么改 这就是一个问题啦 是不是 我的想法 是说 把这个 这个 第一个字 转掉 可是他要先判断哦 他要先判断 第一个字是不是小写的台 是的话 我就转 第一个字 后面两个字 保留 可以吗 还是你们要分好多次来转 例如说 我遇到 我遇到台北市 我就改成台北市 然后做四次 我现在刚刚说第一个不就在做这件事吗 他就不用说后面也要一样 嘿 那你要管市还是管县 对 你可以自己回家想一想 你可以自己回家想一想 你就知道了 居住县市只有三个字 居住县市里面只有三个字 没有路 你 当然要处理啊 如果说你只管第一个字 你只管第一个字 后面 不管哦 后面不管 到时候改了市 没有改到县 你自己回去写一写你就知道了 所以 最简单 最简单的写法就是 台北市改成台北市 这是最简单的写法 这是以色谷出现 你就必须要学会的 一辅 一辅这个函数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上到 Power BI 应该你们都会用 if跟left right 这些基本函数 这是我的认知 所以我们要一口气写完 好 我把逻辑信写在这边 所以居住线是二 因为我换另外一个名称 好 这个居住线是二 然后应该怎么写呢 应该用一辅 我先写的是逻辑性 你知道一辅是不是 先放的是条件 然后接下来 符合这个条件 符合条件 符合时 然后不符合 对吧 请问一辅是不是这样写的 所以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条件啊 就是说 第一个字是台的 请问第一个字是台的 怎么写 第一个字等于台的话 那就是这样做了 我们可以用left这个函数 去居住线是 这就是取出第一个字 这就是取出第一个字 有没有问题 left取出居住线是的第一个字 然后这个字如果是台 这就是条件 可以吗 这边要先听懂哦 好 那请问你 符合的话 符合的话 我这边是不是要去放 放什么 符合的话 我就先放 第一个字是大写的台 空一格 注意哦 这边有空一格哦 and 后面两个字不管了 所以怎么取出 居住线是的后面两个字 刚刚这边不是取了 左边的第一个字 那会不会从右边取 两个字 所以右边取两个字怎么做 右边取两个字是不是ri ght 右嘛 有左就会有右 然后居住线是 取两个字 这就是符合的时候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变成 只要是符合的话 他就赶 那请问你不符合要做什么 不符合最简单 就是维持原样 居住线是 这个居住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本栏位里面是什么 现在就是什么 因为他第一个字不是台啊 所以他不变 可以吗 请问这样子一个逻辑性 有没有问题 好 请你们回去再自己补影片 那我们现在要教你直接动手做 做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居住县市 居住县市 所以我们要常用底下的新增资料行 那你一定会想问 为什么是用新增资料行 这边只有两种计算 一个是新增量值 一个是新增资料行 只有这两种计算 好 我现在先告诉各位 差别在什么地方 请问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是不是先 新增加一个数值 新增加一个计算后得到的一个值 新增量值是不是这样子的中文解释 新增量值有几个值 新增量值结果会有几个值 一个 对不对 新增资料行会有几个值 很多个 您中文不错 这跟中文是有关系的 可以吗 因为大陆叫航 我们这边有些时候 像例如说当兵我们也会用 航这个直航部 对不对 国小的时候直航部 就是国外他们讲的蓝 一整蓝 好 请问一下 什么东西叫新 什么东西要使用新增量值 请问你 总计有几个值 一个 所以我们要用新增量值来算 可以吧 请问你 每一个 每一个记录 每一个记录 这边不是有登格热的记录 这边不是有一个登格热的 小记的记录吗 这个小记 我们就要算新增资料行来算 那请问你 最大值要用什么来算 新增量值 最大值是不是只有一个值 对不对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所以现在呢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居住县市要去改 所以我是要用新增量值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因为每一个那个居住县市 是不是都要改 所以点新增资料行 这应该不会点错吧 因为你一点错 等一下就算你所有内容都打对 然后我就会反问你 你做的是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值前面会多一个计算机符号 可以吗 如果隔壁同学问你 隔壁同学就是他问你 你帮我看一下哪里打错 你先看他 他到底是不是用错功能了 这两个只有这两个 请你一定要分辨清楚 好 请点选新增资料行 然后请在这个资料行这个地方 删掉 叫做什么 居住县市2 因为我是拿居住县市来修改 产生新的居住县市 所以我的那个栏位名称 干脆就取名叫居住县市2 千万要养成这个习惯哦 像我在算那个阳性率的时候 我就写那个阳性率1 阳性率2 我才有可能算出正确的阳性率的结果 好 居住县市2 里面的什么 居住县市2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空格 空格没有问题哦 等于空格 这是我们的习惯啦 好 if 当我们打if的时候 麻烦请用tap键 tap键把if放上去 他这边是不是会告诉我们说 先放一个逻辑条件 还有结果为真 跟结果为假 这三个部分 就是我刚刚是不是写说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对不对 从条件 然后符合条件 跟不符合条件 好 请问你 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我是不是要取 第一个字是不是抬的 对吧 所以 第一个字是不是抬我怎么做 是不是用 left l1 当我打了l1 当我打了l1之后呢 麻烦请看一下 他刚好就在l1 ft这位置 所以我们用tap键 请你一定要听清楚 tap键是不是在键盘最左边 tap键 一定要记得用tap键 不然你等一下你会后悔 因为我不会帮你检查 你到底有没有拼错字 我也是帮你重新打这些 知道吗 因为多一个空白 少一个空白 或者是大小写 那个i跟l 哇 那个实在是 我不太想要去分辨这种错误 好 tap键 有看到l1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文字 文字 我们要取的文字 怎么样呼叫出来居住县市 我们是不是要呼叫哪张资料表 一定要用呼叫资料表的哪一个栏位 请问呼叫资料表是不是用一撇 在enter的隔壁 一定要打这一撇 然后请用方向键 上下方向键去寻找 有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可以找到居住县市 就是你上下方向键找到居住县市 请点tap键 千万不要在那边打字 因为你要我去帮你检查 那个资料表的名称 有没有打错 那是没有意义的 它本身就提供你 它希望你是用选择的方式 好 接下来 逗号 逗号没有问题 对不起 对不起 这边错了 对 因为left 居住县市 逗号我要取一个字 所以用一个逗号来做分割 一个字 右瓜胡 这样子是不是又取出来了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要等于文字里面是不是有两撇 要加两撇符号 因为文字嘛 所以麻烦请打两撇台 两撇 好 这是if的条件 筛选条件 我这边打完了 if的筛选条件 先打到这边 接下来我要打符合 符合 符合 你不可以打一撇一撇 就是两撇 不可以这样子 他 enter的隔壁 enter隔壁 有一个一撇符号 有一个两撇符号 请你不要让我去等一下检查 你打的是一撇一撇的两撇 听得懂吗 不要这样折磨老师 我也看不出来 他的差别 彭玉 真的 真的 那你会说 那请问 为什么我要打两撇 因为这是规定 文字 文字他就规定 你就必须要打两撇 所以一撇是呼叫什么 呼叫工作表 资料表 好 接下来 我要改成大写的台 所以两撇 大写的台 空一格 因为符合的时候 是不是打一个大写的台 空一格 然后 end 然后右边的两个字 那个居住线是右边的两字 所以就是 ri 一样 用tap键 用tap键 你打了ri 他应该找到 那个right 然后接下来 我现在是不是 要找居住线是 切记 切记 你用一撇符号 先呼叫资料表 一撇 然后往下 找到居住线是 tap键 逗号 两个字 右刮符 我现在暂时不能给你们看那个完整性 等一下我应该把它拉下来一点 然后呢 然后逗号 符合条件我做完了 那不符合的时候更简单 请你们就直接用一撇符号 去叫出来这个居住线是 右刮符 做完 我先把它拉长一点给你们看 好吧 居住线是